Hello,大家好,我是Winsky,我们又见面了,今天我给大家带来UIKey的练习《访网易新闻首页》系列课程的第四节课,如何实现一个合格的VIO Controller的下半部分。 在上节课中呢,我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一部分课的基础部分,也就是给大家说了一下一个合格的VIO Controller究竟应该包含什么样的功能, 然后呢,它的代码组织结构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,我想这张脑图大家还记得吧,然后呢,今天我们就会按照这张图的这个结构, 然后呢,来给大家实现一个VIO Controller以Demo的形式,让大家更直观的了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实现一个合格的VIO Controller。 接下来呢,我们就来看一个实际的Demo。 大家看到现在这个工程就是我们在上上节课当中已经用Cocoapause,然后已经导入了所有的第三方库,然后呢,是来建立的一个工程。 然后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VIO Controller,我起了一个名字叫DemoVIO Controller,然后呢,在这里面呢,我已经给大家写好了, 也就是说按我们之前课所讲到的那个代码层级,然后我们来写好了一个VIO Controller,然后呢,先给大家仔细看一下。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代码就是我们一个合格的VIO Controller应该具备的代码层级,然后它包括Property,也就是我们整个我们的那个属性。 然后呢,Life Cycle,下面应该是我们所有的VIO Controller自带的,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会被调用的这些相应的函数。 然后呢,在下面有VIO Setup,用来设置我们所有的Subwheel,然后下面的Private,这块还没有写,一会儿在实际的Demo中呢,我会给大家实现。 然后Delegate,在接下来的代码中呢,我也会给大家实现。 这个只是给大家先有一个总体的概念,一会儿我会一步一步的带着大家来写一个VIO Controller。 OK,现在我们先新建一个VIO Controller。 随便起个名吧,我们就叫TestVIO Controller,然后是基于Swift的。 OK,看好了,现在我们基于UIO Controller,我们实现了一个UIO Controller的子类。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,这个是根据就是XCode的自带的模板来生成的一个VIO Controller,但实际上在工程方面,这个是完全不够用的。 然后呢,我们现在会按我刚才来讲的这个代码的结构来实现一个完整的VIO Controller。 首先是我们刚才最开始说的,最上面我们放一些Property。 然后呢,我们假设吧,这个UIO Controller会有什么呢? 有,比如说有一个TextLabel,然后呢,是UILabel类型的。 呃,然后呢,我们在一开始就把它出实化了。 然后呢,我们在假设,我们会有一个,嗯,比如说有一个Button吧。 我们,哎,简单点就叫TextButton,然后它是一个UiButton类型的。 然后,我们也把它出实化好了。 嗯,这样呢,我们的第一部分就有了,然后是我们刚才所说的Property。 然后呢,这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,就是说我们要标记好我们这个当前这一段代码究竟是什么。 然后呢,在Swift里面我们可以用关键字,嗯,Mark,然后冒号来说我们当前这个地方是Property。 然后呢,这样,然后呢,我们用这样关键字,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面点击的时候,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标签。 然后来标签说我们当前的这个,下面的这一段代码是什么样的代码。 然后呢,看到了吧,这就有Property了。 然后呢,在下面大家看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Lifecycle。 然后呢,这时候我们再进行一个标记。 然后,标记我们看到,我们刚才说呢,就是Lifecycle方法,对吧。 然后我们直接复制过来,沾上,然后,然后呢,再点一下这块看一下,我们这时候有了两个了,Property,Lifecycle。 然后呢,大家看到这个Lifecycle现在只有一个WillDidLoad,对吧。 然后呢,这时候我们再进行一个。 哦,对,现在要说一点,就是在Swift里面,所有的继承字,继承字类的方法,继承字负类的方法,都需要加上Overweight关键字。 然后呢,这样会提高这个代码的安全性。 然后我们随便加一个吧,比如说,WillWillAppear,这样的方法。 然后呢,SuperWillDidAppear,然后Emitted,OK。 这样,我们,哦,这个分号是我手键,没关系,在Swift里面是不需要分号。 然后现在,我看了,我们现在已经有刚才说的两个了,Property和Lifecycle这两个方法。 然后呢,接下来我们再去实现下面的,比如说WillSetUp。 这个WillSetUp方法呢,刚才我们也说了,它是用来进行各种初始化的方法。 各种页面,页面初始化的方法。 然后呢,我们在这个地方,加上WillSetUp的这个书名。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,在这个地方就会非常明了地标注出来,我的每个方法是属于什么的。 然后可以在这儿进行的快速的查找。 然后呢,我们这个地方会有四个方法,大家看到了。 首先,第一个是SetUpNavigationBar。 然后其实,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。 这个第一个方法呢,我们会在里面进行那位根深Bar的一些设置。 然后我们再来看,接下来是A的SubWill方法。 其实这些方法名已经就是起得非常直观了。 然后比如说A的SubWill,我们里面干什么呢? 我们只需要Sub.Will,然后A的SubWill。 然后SubWill,比如说刚才我们上面有什么? 有Text,有TextLabel。 OK,然后呢,在第二Ville,第二A的SubWill。 然后呢,我们刚才还有一个TextButton。 OK,这个方法呢,就完事了。 哦,少了。 然后呢,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方法。 然后,接下来我们看下两个方法。 我们就一次都把它们写出来。 然后首先是第一个。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方法,叫SetupSubWill。 然后呢,这个方法是干什么呢? 它就是很简单了。 它的作用就是我设置我属性的属性。 然后呢,我们可以先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吧。 然后呢,下面一个方法。 是SetupLayout。 这个方法是用来设置我们这Ville的Frame。 然后比如说我们设置一下我们这个Button的Frame。 随便设一个吧。 0,然后5,20,20。 这样。 这样我们VilleSetup的方法呢,四个方法就都讲完了。 然后呢,这四个方法大家可以看到。 首先第一个方法,设置我们当前VilleController的那位GasonBar的各种属性。 然后呢,第二个方法,将我们当前需要的Ville添加到我们的Self.Ville上面去。 然后呢,下一个方法,SetupSubwheels,用来设置我们Ville的各种属性。 然后呢,再下面一个方法,SetupLayout,用来对我们当前的这些已经添加到Ville上面的Frame进行复制。 然后用来改变它们的大小和它们的位置。 然后以及它跟其他Ville之间的关系。 接下来是我们的就是private阶段的这些代码。 然后我们先打一个标签。 然后这个是private方法。 然后大家看到了。 我们现在呢,这个private方法刚才我们已经说了。 它是根据你当前的这个Ville的功能的不同。 这里面的代码也可能是不同的。 然后当前这个我们就随便写一个吧。 我们可以比如说,get data from get server。 然后这个比如说,从服务器获取的方法。 哦,有什么了。 嗯,然后呢,比如说我们可以再写一个什么。 再随便写一个吧。 比如说,handle data。 然后这个方法用来处理数据。 OK,然后这个private方法,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,然后来进行不同的定义。 然后下面我们来说最后一个。 我们还是先给它加上标记。 大家知道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 没有这些标记的话,我们其他人看到你代码的时候,并不会知道你这些代码段都是被分到了什么地方。 然后呢,你也不会知道在这个地方也没有办法去快速的插上你的代码。 所以大家一定要切记,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 我们要给不同的代码段,然后来加上不同的mark,然后来进行分割。 接下来呢,我们就开始在delegate下面添加一些代码。 然后呢,首先我们需要delegate的东西,我们现在并没有。 然后所以呢,我们可以,其实加方法并不需要这样。 但是为了给大家有一个直观的认识,我们先添加一个tablewill,因为大家都知道tablewill是肯定会有delegate的。 而且它有必须要实现的delegate,所以这一点可以方便我们来。 OK,我们先添加了一个tablewill,然后呢,有了tablewill以后,大家可以知道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属性。 那我们在这个addsubwill里面呢,我们需要将它也添加到,添加到我们的这个will上面。 我们的tablewill,OK。 然后呢,我们在下面我们可以也给它设置一个frame。 然后frame我们就随便设置一个,这个都无所谓。 哦,对,有一点,我建议大家在编写代码的时候,可以把并排着的一列的这样的那个等号,然后来进行一个对齐。 这样非常便于我们直观的看到我们的都设置了什么样的属性。 然后呢,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也代码也会更加的美观一些。 然后呢,我们接下来呢,要完成第二步。 也就是我们需要让我们的这个testwillcontroller,要实现我们的这个协议。 然后呢,uytablewill有两个协议。 一个是uytablewilldatasource,然后另外一个是uytablewilldelegate。 然后呢,这里面在代码方面,我建议大家在豆豪的后面给一个空格,这样也是便于代码的整结。 大家可以看到,现在我们有一个错误。 这是因为我们的uytablewilldatasource里面有两个必须要实现的协议。 然后我们现在并没有实现,所以它就会报错。 然后我们可以点出command键,然后再点这个去看一下。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datasource。 然后呢,最前面的这两个并没有标optional这个标记。 所以说呢,这个是必须要实现的。 那我们就去让我们在我们的delegate的这个mark后面来实现这个协议。 然后呢,它返回了一个int型的值。 然后呢,这个意思是number of rows in section,就是在我们的section里面需要返回多少行。 然后呢,我们可以随便写一个,我们就返回一个四行吧。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,现在依然是有这个警谈号了。 然后呢,这时候我们去找到我们的第二个必须要实现的协议。 OK,这个协议是必须要返回一个UITableCell。 然后由于这个我们就,我们就先非常简单的给它返回一个实例就好了。 但是事实上在正常的编码的时候,我们是不能这样写的。 然后以后我会给大家在讲tablewill的实现的时候呢, 来跟大家说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实现。 OK,好了,现在我们的delegate下面也有代码了。 然后我们实现了UITableWill的两个必须要实现的delegate。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红色的碳号已经没有了。 这样我们一个完整的tablewill的架构就, 哦,不好意思,我们一个完整的UITableWillController的架构就实现完成了。 OK,这节课给大家分享了一下一个合格的willcontroller的基本结构。 然后我们有property,我们有leftcycle,有willsetup的方法, 然后private,然后在最下面的delegate。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willcontroller的代码应该安放的层级。 然后大家按照这样的结构去写代码的时候, 可以给自己,然后也给他人提供非常大的便利。 也便于大家以后在重构的过程中, 明确自己以前的代码究竟是干什么的。 OK,这节课的全部内容就到此为止。 然后希望这节课对大家有一定的帮助。 然后也希望大家关注我接下来的课程。 我是Winsky,大家下期再见,拜拜。